早上7點03分 這架載著總共50.4萬劑 Novavax疫苗的班機終於抵台 首要步驟地勤人員要先把疫苗 從貨倉卸下 等待海關人員在機坪完成通關程序 就會運送到冷處物流中心 進行後續檢驗封肩作業 這次Novavax疫苗 主要是透過COVAX機制採購而來 預定會在今年分批供應 226.8萬劑Novavax疫苗給台灣 不過如果民眾想要施打的話 還得要先等相關作業都完成後 最快是要等到7月8號 才會開放給18歲以上的民眾 當作一二劑基礎和基礎加強劑 還有第一次第二次追加劑的接種 而指揮中心也是表示 這款疫苗可以和其他廠牌交替使用 請民眾不要擔心